太可怕了 不止你一个人这么说 那后来呢 后来假嫡春告诉大人 你将要到达洛阳 如燕小姐是十二号出发的 恐怕这几天就要到了 大人立刻就明白嫡春是假的 这个身份判定后 大人马上想到 是内卫将真的嫡春换掉 过来 再带走 你知道 大人对内卫相当忌惮 他不知道内卫卧底 在他身旁想得到什么 为话被动为主动 他将计就计 没有揭穿你们的身份 而是将你们留在身边 实时观察 判定对方的动向 所以他才会这么快地 破解疑点 找到事情的真相 真是难以想象 狄宫的脑子 到底是怎么长的 可今天又是怎么回事 到突厥之前我曾问他 要不要揭破你的身份 他说非但不要 还要请你和我们一起去 用他的话说 必要时你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到达石国后 我们在小客殿住下 八大军头早就得到大人的指示 我们刚一离开 他们就撤了出来 果然 你的手下接到了消息 来到客栈 便扑了个空 我说在被俘的人当中 怎么没有八大军头 原来他们早就躲起来了 是的 当你露出了真面目 我和大人便将计就计 跟随你来到老巢 其实在你们身后不远处 张环等人一直在暗中跟踪 发现了这里 于是马上禀报吉利可汗 快快叫他们进来 是 可汗立刻就得到了消息 可 可是你们没有见到吉利可汗呢 大人在包戒指的红布上显明 请吉利可汗等待张环的消息 原来是这样 本来我们还自鸣得意 以为骗过了敌宫 可谁料想 他竟然早就发现了我们的身份 我们真是愚蠢啊 吴燕 我还可以这样称呼你 当然可以 以今日的行动 证明你的良心为你 我希望 你可以感谢贵政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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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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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